設定工藝 光繪辨識 那他們就是 他們目前就是也就是 就他們主要是以希望可以就是訓練AI 然後透過他們資料庫的配合 然後希望可以辨識出 就是以大家設定工藝為基礎 然後希望可以辨識出更多更多的職務 然後現在之後的話就是會開始要從大家進行測試 然後說不定可以就是把資料庫網 就是大安生命公園以外的地方去補充這樣子 那我們就歡迎 大家好 我們目前已經辨識出來 收集的資料已經達79種花在大安生命公園 其實已經超過我們原本預期 然後在人工智慧的訓練準確度 我們training達到97% 然後redation達到83% 我們先前測試的目標是希望在其中達到 redation70% 所以這是我們有滿足的 那我們也畫了一個在機器學習場面的 叫 confusion matrix 從左上到右下這條斜線表示是正確辨識 然後剩下有些03辨識失敗 那觀看這些數據大家不是很清楚 這個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 經幾天到大安生命公園 實地去辨識了一些花 這是我們的成果 一開始簡單的大花型工草 沒有什麼問題 野薑花 上面還有螞蟻 然後有本色紅蟬 這個五月才開的高月杜鵑 所以問題是杜鵑花幾年過 那只剩葉子的杜鵑還變色出來嗎 欸發現還是可以 這是三月才開的平屋大杜鵑 然後月桶把它移到只剩葉子的地方 它也還變色出來 哇 正確到晚上已經這麼晚了 燕子星它還是看得出來 你看光線已經很暗 然後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小 有兩朵花在那邊 但剛才那麼神奇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失敗的地方 比方說這是仙丹花 這沒什麼問題 那這可能是黃色仙丹花 我們還沒確定 那顯然不會是菊花 所以那是變成錯的 那這是一般的南美空氣菊 那再來大安生命公園的生態池 其實有本地的空氣菊 那那個就沒有開始出來 那這個是台灣馬蘭 我們並沒有看到那個麗牌 然後就說它是台灣馬蘭 怎麼沒有作弊 那你會發現它慢慢靠近的時候 它是有機會變出台灣馬蘭的 但是它又會變成出黃波斯曲 所以說這我們還要改進的空間 因為這兩個不就很像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是色桿呢 因為後面那個大片的葉子是色桿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還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這是靈魂智慧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難處是我們在搜集的資料過程 必須要去標定它到底是什麼花 那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朵花它是羊體甲科的 但它有三種可能的種在台灣常發生 那我們就要明確知道它的學名 因為這樣才能知道它是哪一種物種 那難的地方在於俗名有時候不太一樣 這中國叫羊體甲的 這台灣叫羊子晶 這中國叫羊子晶的 台灣叫羊子晶的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搜尋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搞混 我們就會花滿多時間去搞清楚 這是哪一個種的花 然後明確不要定出來這樣 那以剛剛的例子 所以我們其實還跟了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他們有一組的情況專題 剛好做的這個羊體甲辨識 讓他們請教學的這些東西 以及過程我們有找 歡迎保學會當顧問 幫我們確定一下辨識的狀態沒錯 所以未來我們就是繼續把這個辨識的準確度 進一步提高 以及把我們的APP確實完善建立起來 那也希望我們可以尋求更多的合作 所以我們其實蠻希望是如果你有朋友 或你自己對職位很有興趣 認這個什麼花 有興趣有研究的話可以介紹 所以你看這樣 這是我們目前的團隊名單 今天除了最後一個設計以外 全部都到場 所以有問題可以來這邊請教 謝謝